看片之前记得订阅我们 帮港出声HKG部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影片你就会马上收到 疫情下种种怪异的众生相浮上水面 令人还误以为自己活在平行时空 政府宣布一般人需要打三针的疫苗才能够堂食 措施提前去到5月31日实行 不打齐三针你哪里都不用去 有网民就智障上身 竟然想到一条绝世好招 就是用500大元想买带有病毒的口水 用来证明自己确诊 原来这位智者已经打了两针 只是因为不想打第三针才会有如此放大招 如果一针都未打我理解 但是你都打了两针了 为什么还要抗拒第三针呢 或者你现在想放假 但是又不舍得用年假 为了留年底通关去旅行筹谋 所以来一招乾坤大萝买口水 扮重招 以病假来取替年假 暗自捉紧一盘很大的棋 事后有专家很认真地和买家解释 他说买口水有没有用都不知道 为一条潜在卖确诊口水的产业链封了后路 口水不能够成为确诊者的被动收入 说实话 好在政府未派消费券 如果不是用消费券买口水 就更加有黑色幽默了 令人灰心微笑的事 至于喜止一单 近日有网民在讨论区发文指 他说有同事感染了新冠肺炎康复之后 就在公司经常不戴口罩 而且每日都外出堂食 如果有其他人圈他注意一下 这位仁慶忽然专家上身 他就会说怕什么 好有抗体不怕再中招 再中就会有更多抗体 是啰 帖文一出大部分网民都凹了嘴 你想想如果有部人形自走播毒机器 在你身边切出地转 你说不怕是假的 更惊吓的是 将高智能的想法当成道理 理直气壮地播毒一往无前 真是令我不禁要问他发出灵魂敲闻 明明有脑都不舍得用 是不是要留回来做遗产 短短半个月 警方接连就拘捕了两个人 他们涉嫌用包括糞便在内的物料 装修方仓医院 入方仓隔离都只不过两三个星期 但这么短的时间 原来足够就叫人理智弱化 而且臭事竟然成伤 香港的怪人异举一单又一单 和躺平抗疫 揽炒救港 反政府反疫苗 唱衰内地医护的声音加在一起 就好像维多利亚上空出现了干怪陆离的大合奏 再问你一次 你怕不怕? 一时买毒 一时播毒 一时杀毒 吴港还以为在看幻海其情的武俠小说 当香港抗疫抗到古古怪怪的时候 当港人热冲以谣言决定生活节奏的时候 当一口有毒的口水价值500元的时候 智商又值多少钱一两呢?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小便 便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